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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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杰 内乡县衙博物馆副馆长 也是这个剧目的总导演 我们正在派连里是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内乡石头村里一个契案 这个就是我们组资料集材上整理出来一个这个剧本 目的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剧目然后再现当时短暗这种经过 究竟这是个怎样的案件 村妇为何要谋害亲夫 她又为何大声喊怨 我们试图通过再现的方式来还原当时案件的发案及审案过程 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秋天 河南省内乡县石头村村民吴泰 身背白两白银 兴冲冲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出门做药材生意五年了 第一次回到家乡 想到娇妻爱女 吴泰心中一阵信息 可走到村口 她忽然停下脚步 离家五年 妻子变心了没有 正道不正道 新村一律的吴泰将银子藏在村口的古树洞中 只身回家 回到家中的吴泰 见妻子洁身自好 欣喜之余 不免暗自羞愧 妻子拿出珍藏多年的老酒 为丈夫接风 几杯酒下度 吴泰将藏银之事告诉妻子 妻子大惊 急忙让吴泰去古树下取回银子 然而 当吴泰来到树下 银子早已不翼而飞 妻子久等吴泰不归 出来寻找 可吴泰已吊死在树上了 白两白银为何不翼而飞 吴泰又是怎样离奇死亡的呢 案件已经发生了一百多年 一些细节已找不到记载 为了真实还原当时的场景 王小杰来到石头村 听说这里有一位叫吴登敖的人 曾在县衙做过牙役 或许能从他的后人那里得到一些当年案件的蛛丝马迹 吴泰这个案子是吧 当时就是非常气 你这个啥呢 就是听拍过没有 拍过 拍过是吧 拍过 我老爷 他们拍了是吧 当时你们拍了这个 这位老人是吴登敖的第五代孙 老人告诉王小杰 这个案件当年在内乡很是轰动 自己小时候也曾听父亲讲起过 当年吴泰死后 所有人都认为是吴泰的妻子将他谋害的 这棵古树就是当年吴泰吊死的地方 树下当年吴泰藏银子的树洞还在 只是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 一百多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宗离奇的 厉害 县令接到地保保安 来到发案现场取证调查 经验尸官检验 尸体脖子处有勒痕 是被人勒死后伪装上吊自杀现场 而且尸体口中尚有酒气 显然死前曾饮过酒 直到吴泰回家 并且和吴泰一起饮酒的只有他的妻子王氏 于是王氏被当作嫌疑犯押回县衙 这里是内乡县衙内最重要的建筑 大唐 当年的王氏就是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刑讯 当年这个兴孙毕宫毕宫相当厉害 按照那个时候的法律规定 在大唐上大事也不吵也不追究这些人 很多人就在这里冤枉死了 冤枉啊大人我冤枉啊 我冤枉 大人无死了 这就是当年王氏走过的死门 被人们称为鬼门关 现在为了避讳 常年关闭 鬼门西侧便是县衙内的监狱 当年的王氏便被关押在这里 作为死刑犯 他在这里即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在这衙门里最阴森恐怖的场所内 又有着哪些外人所不知道的玄机呢 与现代各司其职的司法程序不同 古代的监狱就在县衙内 监牢分普牢 女牢和死牢 在外人看来监狱内的很多东西 都是非常稀奇的 你想这口径吧 这个你看这个石头的叼开的 比较精美 但是这个井口的 有那么小 有两个含义 第一 是怕犯人投精自杀 第二 是怕这个 看监狱的人 把别人塞到井里 围到自杀现场 在监狱两侧的刑讯室中 陈列着古代常用的部分刑局 这个赞子是专门针对女性犯人用的 当时的王氏就是被使用了这个刑具 严刑逼供的 这个赞子你看着这个很简单 甚至像一个儿童玩具 其实呢 它相当厉害 你往手指头往里面一刹 哦 刹进去 对 下边这个 对手张 你这么一刹 它这么一拉 那是两个亚役 站在两边 这么就哼着 还叫啥一拉 就把骨头夹碎了 所以说是非常残酷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 各种残酷的刑法 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武器 古代的刑法大体分五大类 持 杖 图 留 死 而每一种刑法 又都有着多种的花样和内容 这些残酷的刑具 即使是作为标本陈列在这里 仍然让我们觉得不寒而栗 这种刑具 一般来说是 比较著名的有的 十八本枯刑 其实这是一个约束 真能专家们考证起来 据我看到的 至少有三十多种 比如像那个棍丁班 下游国 赌酒赌死 无麻烦师 他叫车链 还有灵士 千刀万刮 还有一种兵性 就是把人的乞丐骨去掉 对女性有一种叫乞母律 就活活把人折磨死 还得是罗七 他的那种非常残忍 非常不认导 这就是监狱内的死牢 古代走入这个死牢的人 或者被推出问斩 或者在狱中就不堪各种酷刑而死 那么王室的命运又会是怎样的 以背叛死刑的他 还能否有翻身的可能呢 这一天 王室的娘家母亲前来探望女儿 为女儿送行 一见母亲 王室泪如雨下 大喊冤枉 母亲让女儿讲出冤情 好为她昭雪深渊 于是 王室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老娘 这时玉尖在旁听了个明白 王室老母亲出了牢房 立刻在县衙门口击鼓鸣冤 平常这个汉原故不能随别瞧 你一瞧 就按照当时的这个法律规定 那志显就得离击声烫 来过问你这个案子 你就搭乱了志显的平常的生活 工作的规律了 怎么办呢 先赶到大 搭问之后 再生 你可是 庭部命远是要守性 老神知晓 只要能救王室一条性命 再守性法 老神也心甘情愿 好 来 来 来 降低 嗯 有何愿望见啊 大人 我女儿是什么愿望啊 我才并非我女儿说 凶手一定领游些人 王大人明察 此乃 正就求求 本贤一顶 看来四案 却有一点 唐夏老夫 得奔向子体查看 凶手我不是女儿 我定换你女儿个情法 你下趟去吧 多谢大人 对 他 出门上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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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敲三声这个腿堂鼓 就表示说 不敢了 这个案子身结束了 我要休息了 哎 所以说我们平常 说那个大腿堂鼓 就是 不再敢了 哎 这个落来 嗯 也要阳修 三苹果一上 敲七至九落 四苹果一下 敲五至七落 七苹果最有意思 敲三落板 这个三落板呢 它是这样一敲的 光 光 光 它够三落 是吧 最后那个光 哎 这一敲 马上把它捂住 不让这个玉影啊 呃出来 这叫三落板 在级别森严的封建社会 县级是最低的行政部门 但却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一级官员 七品这么官虽小 却也使百姓头上天 三堂门口有这样一副对联 得一官不容 失一官不辱 勿说一官无用 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 穿百姓之衣 莫到百姓可欺 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对联 铲明了官与民的辩证关系 集中体现了可谓的民本思想 但在封建社会 能真正做到一心为民的官员 却并不多见 特别是在腐败的清朝末年 官场的黑暗现象 比比皆是 三年青之夫 十万算花印 七品国安的俸禄一年是四十五两印子 再加上一千二百两的央脸印 他不到一千三百两 但是那个实业 他清一个钱量实业 一个行命实业 每年他个人就要给人家八百到一千两印子 再加上他还要央活他的全家老孝 他还要招待他的朋友 他还要大点他的赏级 他就有一些挥塞收入 大官司 宋宏宝 还有的他那些工程啊 图木工程啊 建筑啊 等等 都得给制衔 送礼 给贤城 朱博送礼 甚至给亚裔送礼 给虚裔送礼 所以说那个时候 这个一大官司就能够兜治家破人亡 在封建专制时代 即使有些官员自身清廉 但身边的环境却常常让他们身不由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李官长告诉我们 在衙门中还有一些小角色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韩宇写了一篇文章 一个虚历 拿着什么一份报告 他把前面捐起来 后边支留一个钳子的地方 让那个贤城钳子 前往来后 韩宇说了这样一话 满不知何时也 他不知道他前里这份文件 说的是什么内容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个我们的官员在封建时代 他的钻坝的时候 考虑的是武警死俗 把顾问 有了这点吴沙毛 吴登玉他就动了 作管理着必须具备的这野务常识 那么这些野务要谁来做呢 就是让秘书 也就是徐丽 他们来做 久而久之 这些秘书们就做大了 不把领导放到眼里了 我让你钳子 根本就不让你看那种 你就牵绑 徐丽和牙翼 在衙门中地位低下 却掌握实权 他们利用手中的植物之变 创造出了很多 寻思舞弊的花样 这个水桶 从表面看来 没有什么异样 但其中却暗藏玄机 这个 通下边有一个洞 它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夹层 它这个夹层是苦丁们 投印子用的 因为每天走都要收身 他们就用这个挑水来撒院子 这样一个机会 把那个通常走上夹层 把印子放到夹上来 就担着这个水桶 就进来 然后十一能万 就担着这个水桶 出去就把印子逃走了 京道光皇帝曾下令茶库 京茶被库钉倒走的银子 净达九百多万两 相当于国家财政年收入的六分之一左右 除了坚守自盗 徐利牙役们 还有很多挣钱的门道 家门许可的收费箱 想装置 穿地 召唤 插水钱 饭钱 命目奋夺 而这还是公开的 那么暗中就更多了 例如说大班子 同时搭 四十大班 如果说是送钱了 它可能就搭得很轻 绑万一就能够出来散步了 如果说不送钱 就很可能打了你这个PK车 几个月就起不了床 这就是里边的功夫 学位 技巧 应该说王氏碰到的 还算是一个清明的官员 和好心的压抑 虽然王氏的母亲 为了替女儿申冤受了刑 但却救回了女儿一条性命 那么到底王氏跟母亲说了什么 原来村中有位开邮房的吴三 家产破妇 到了他这一辈 凭着家大业大横行相礼 仗势欺人 他见吴太妻子王氏有几分姿色 借讨债之名逼走吴太 胁迫王氏就范 谁知王氏家穷深正 洁身自爱 几经挑逗 数年间未能如愿 吴三经常到王氏门前转悠 会不会是他 刚好看见吴太回来 起了杀心呢 县令招来衙衣重新验尸 他仔细查看吴太脖子上的雷痕 发现有淡淡的油渍 还能隐约闻到香油的味道 拿出吴太上吊的布条 上面也有同样的香油味 这时县令县理由谱了 他立即下令传吴三上唐 同时县令吩咐衙 去往吴三家中搜查 经过紧张的排练 剧目今天就要熟演了 演出地点就定在县衙大堂内 吴三大人 大人 你怎样吴沙吴太 就把我同事干了 大人 我冤枉 我有吴太无怨无处 我怎么能恨死他呢 你睁开狗眼一关 看这是什么 这这 这是我家的钱的样子 大胆吴太 还干起来 这带上有缘位 分明是无态的钱带 在你家找到 你还不从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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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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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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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太老婆 找你军迷 她丈夫又长年不故意 我有心拿她回去 可是她就不肯 天天 不偶尔去打死 原来 那晚吴太回来后 小宝让着要吃香的 吴太并给了宝儿寄文钱 让她去灌油 吴三见小宝子前来买油 敦起恶意 心想 吴太常年在外 小孩又来买油 岂不是养汉婆娘假正经 今晚倒要看看 王氏是怎样个真结人 当她来到吴太家门前 隔着门缝一瞧 见王氏正陪着吴太吃饭 吴太真是回来了 她有幸而来 败幸欲归 忽听吴太说出树洞藏银之事 吴三大喜 人难到手 我且偷了银去 看你怎个生活 谁知 正当吴三 慌慌张张取了银子 正想往回走时 正好赶上吴太来找银子 情急之下 吴三解下腰带 将吴太勒死 然后又解下吴太的腰带 伪装自杀现场 至此案件水落石出 王氏昭雪喜冤 吴三也被就地正法 百姓拍手称快 王氏案件 只是发生在这座古牙内 众多故事中的一个 内乡县衙如同一个大舞台 一个个角色在这里登场 引读出人世间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 如果说故宫常在了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的专制皇权 那么内乡县衙则记录了中国古代最基层政权的官场文化 当历史的硝烟散去 古牙作为一个活标本 时刻警示着后人以史为敬 以史为戒 他的故事家喻互相 他的身世却扑朔迷离 在他生活的故乡 竟隐藏着一个民族最早的文明福记 敬请收看走遍中国系列片 大河之南第七集 玄奘故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